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王正人 你们聊了什么 信凤里又是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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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快说呀 你做错事没关系 我可以求奶奶 可以求西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啊 证人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坦白 我可以酌情处理 我只数三个数 一 二 证人 三 王正人 你被开除了 从今天开始 花鸟岛还有承洁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回你的华尔街了 你可以看不起我 可以不把我当一家人 但是我没有背叛公司 更没有背叛这个家 你为什么要开除我 对对对对呀 西亚 你看 好歹他是你表弟呀 你没开除他呀 我刚刚问了 他什么都不说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我觉得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又有什么意见啊 董事长做助 周展 是公司的竞争对手 证人这个时候和他见面 是不太妥当 可是仅凭一张下载截图 也不能说明证人 做了什么危害公司的事吧 这里不是法院 我也不是法官 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铁证 等他哪天真的害到公司 你那还能像现在这么冷静吗 可是没有证据 怎么能随便开除一个人呢 那我问了 他为什么不说话 不是心虚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证人 不会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 好 那你拿出来证据 证明证人没有伤害这个家 你竟然还要证据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呢 好了 不要再吵了 佳馨 你真的认为 要再给证人一次机会吗 奶奶 在这个家 我和证人相处的时间最短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个坏孩子 陈佳馨 闭嘴 证人倒有密码的事情 是没有正义的 黄证人 要记过一次 取消经验的年终奖金 至于外协公司机密的事 就照佳馨说的 在没有证据之前 证人不用守法 奶奶 你怎么也糊涂了 今天佳馨你把公司 我现在还是成吉的董事长办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是 是 对不起 我刚刚只是想表达我的看法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这个家你连奶奶都可以操控了 所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用在乎我的感受 我 没关系 反正咱们也不是你心我怨的夫妻 那个 关于公司物流的事 我想再跟你聊一聊 你自己决定 你颠倒是非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反正是你的权利 还在习近身上的 欢迎订阅 如果各位的智能 都会帮到 2014天 底红